三十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在場的我們所有的內閣的官員 我想有請蘇院長 謝謝 高靖偉你好 院長你好 這是我們第三次在這邊討論事情 那麼本席認為站在這個台上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的寶貴 那麼我想我們在這裡 不僅僅只是探討問題 也同時的希望能夠用這三十分鐘的時間 來解決一些問題 對不對 院長您認為是嗎 當然 好 謝謝 那麼我想今天這三十分鐘 我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原住民族的歷史背景 要讓在場的所有的內閣官員 包括蘇院長您清楚的了解一下 因為如果不了解原住民的歷史背景 的話就不可能有原住民族的思維的政策或者去執行 沒有原住民族的思維那麼誤解就會產生 於是這幾十年來政府認為公平正義的事情 就因為不懂原住民族的歷史而產生了誤解 於是乎在原住民的眼光來看 它根本就是不公不義 所以我想原住民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在錯誤的裡頭疊疊撞撞的摸索來制定我們的法律 所以呢我現在要求我們的院長當然我也要求在場的所有的官員 請你們提下你們手上的工作 請你們好好地聽這段歷史 可以嗎 謝謝 首先我要從1895年開始談起 因為這是原住民最大的歷史傷痛 也是台灣這塊土地最大的歷史傷痛 1895年日本的軍隊攻占了台灣 成立了殖民政權的台灣總督府 當時的總督府也就是現在的總統府 那麼在1895年的11月的時候呢 日本清台的第一任總督府叫做華山之計 在當時他頒布了第26號日令 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他說翻地等於無主地等於國有地 那麼翻地當然這個翻指的就是原住民族 現在我們稱為原住民族 翻地等於無主地等於國有地 也就是說砸不出任何官方證據 以及山林原野的地氣 通通視為官有地 我們不解 幾千年來 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 依存生活 我們到底要跟哪一個官方拿證據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跟哪一個國家拿原住民的地氣 更何況有原住民的文化來說 我們沒有文字 我們原住民族的族群是對於我們土地的傳統領域界定是每一個族群不相同的 譬如有人是用樹藏群編織 有人是用石頭堆穿 然後堆起來之後 讓每一個人知道這是我的傳統領域 可是就因為二十六號日令 翻地等於無主地等於國有地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契約 台南部呢 讓原住民族在所謂的法律上 失去了 生存所需要的土地 台灣原住民族 因此也從此進入了所謂的法律的掠奪殖民的時代 我想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 常常會有顛覆價值的現象發生 數千年來原住民就遵循著自然法則 共有分享這樣子的生活哲學 讓台灣保有美麗的島嶼這樣子的美誉 荒謬的是 當原住民第一次遇到法律 竟然就是失去一切的開始 部落被軍隊大理的武力爭討 我們居住的地區被強制的遷居 我們的山林被砍發等等等 好多的照片好多的歷史證據 一一的現在浮現在我們的面前 院長你是學法律出身的 你可能從來沒有想像過 當原住民第一次碰到所謂的法律 我們是如此如此的悲慘 一個二十六號日令 就把原住民的土地通通收為國有 我們再來看 一九零六年到一九零九年開始 日本為了要強化所謂的有效統治 殖民政權開始推進了愛永縣 我想請問院長您知道愛永縣嗎 知道嗎 那請問在場的官員你們知道愛永縣嗎 很顯然不太清楚 只有我們的瓦利斯貝林主委知道 我簡單來解釋一下 所謂的愛永縣是在清朝的時候 為了防止漢人跟原住民族互相干擾 於是乎就在原住民的土地外圍 就成立了畫了一條這個所謂的愛永縣 可是日本的殖民政權 為了要掠奪原住民的山林資源 為了要有效的統治原住民 於是呢就把大隊的軍隊開進了愛永縣裡面 慢慢的把這個愛永縣縮減 當時的愛永縣 也就是原住民的土地總共有185萬公頃 現在呢來看一看 在1910年到1914年的時候 殖民政府他畫定了原住民的生活所需的區域 他以翻射為中心的根地開始畫起 當然這個翻射也是原住民了 那麼開始畫 畫什麼呢 畫為翻人所要地 這個翻人所要地保留給原住民使用 那麼至於以外的 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式權狀的土地 也全部沒收為官有林業 翻人所需要的土地 就是現在所謂的原住民的保留地 那麼原住民的保留地是怎麼畫出來的呢 當時原住民的人口是8萬人 那麼他以一個人為三公頃的耕地 開始算起 三八二十四 於是乎原住民8萬人人口的耕地 總共有24萬公頃的土地是讓原住民耕作的 那麼這個就是現在叫做原住民的保留地 不要忘了院長我剛剛說到原住民的土地當時在愛永縣裡面來畫的是185萬公頃 可是就為了要掠奪整個山林的資源 又把原住民的耕地把它縮減為24萬公頃 也就是現在的原住民族保留地 官有林也就是現在的國有林地 院長 從26號日令一直到藩人所要地 一直到官有林也等等 這個殖民的政權所制定的法律 都是以殖民掠奪為核心思考的統治法律 您同意本席的說法嗎 殖民者都是這個樣 謝謝 近三年來呢 本席閱讀了非常多的資料 也做了一些的比對 本席發現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巧合 1945年 中華民國政府 從日本的殖民政權手中接收了台灣 照理說 過去以殖民掠奪為目的的 不公不義的法律 他應該要立即的廢止 可是 中華民國政府呢 並沒有這樣子 歷史的詭拘呢 總是令人意外 殖民政權的總督府 他換了一個牌子 變成了中華民國總統府 掠奪原住民土地與山林資源的福肯署 變連變成林務局 福肯署下設十一個支廳 變成林務局現在的八個領館處 二十四萬公頃的藩人所要地 原封不動地轉成了二十四萬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 二十六號的日令 從原住民手中搶到的國有林 官有林野 變成林務局所管轄的國有林地 殖民政權就好像一個變臉一樣 變成了所謂的民主國家 院長 很遺憾的是 在原住民的眼光裡面 這個變臉的民主國家 其實是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個二十一世紀 我們當然也知道了 所謂的制度相依的統治 它本來就是最低廉的成本 也是最快速的 可是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看 前後的政權 繼承了對原住民族的殖民制度 這是何其何其何其的殘酷 所信的是在去年二月五號 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當然也包括中華民國的其他的立法委員 終於通過了一個原住民族的基本法 這是有史以來原住民族的第一個 有民族思維的一個法律 等於是原住民族的一個小憲法 那麼從這個基本法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從殖民統治開始走向了多元民族的分水嶺 因為有了原住民族的基本法 那麼我想呢 從以上本席所闡述的這樣一個歷史 我不知道我們的院長 你對於這個原住民的百年歷史的說明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請你花一點點的時間來陳述你的感想 謝謝 謝謝高軍委員 第一個感想是 要做自己土地的主人 外來的政權永遠是侵略者 不能再有外來的政權來侵略我們的國人同胞 第二個 原住民族早在這塊土地上居住 過去所受的不公不義的待遇我們都感同身受 而且應該怎麼樣讓他公平合理 不過歷史的演變這個過程中 這些土地跟這些相互的住民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幾年來漸漸我們有尊重這個做法 所以也包括陳總統的呼籲 包括大院通過的法律以及現在成立原住民主委員會 怎麼樣以現在這個情形讓他做得好 我是很期待 委員也多指教 謝謝 我想剛剛旁邊站的我還是被林主委 您剛剛似乎聽了我這段歷史你非常的感動 你在哭嗎 你在流眼淚嗎 我想任何一個人聽到這段歷史過程 只要有良知的人都會留下同情跟不捨的眼淚 那麼謝謝院長剛剛的回答 那麼我想原住民族的基本法現在已經通過了 那麼在第三條裡面 他是這麼寫著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的事務 應該要設置推動委員會 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 那麼院長你的歷史任務非常的艱巨 那麼行政院呢 要在近日啟動推動委員會的運作 必須要在三年之內要完成所謂的下位法的修訂 這個下位法的修訂總共有三十幾條 所以我們很期盼行政院長尤其是蘇院長您 趕快來召開這樣子的會議 我想呢原住民族未來的三年對我們來講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們為了要避免以前對原住民的誤解 對原住民的不了解 我們在制定法律的時候是跌跌撞撞的 那麼為了要避免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現在剩下十六分鐘 我們來解決一些實質的問題喔 那麼我要首先請教院長的是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草案 是不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草您的 現在這些法案整個在進行 有關你剛才講不是三十幾條喔 是下位法 下位法是好多項 對有非常多三十幾條是非常 是應該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草您的對不對 好那麼我再請問一下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是不是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對 是謝謝 那麼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主管機關 也是不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對 這個是主管機關 是好謝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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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待會會 對不起那個主委 我待會會給你時間說好嗎 我現在需要這個 有幾個問題要讓院長這邊很肯定的 來 來 來清楚的界定 我們原民會的職權 那麼 原住民族的基本法的法令的解釋機關 是不是應該也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對 應該是 好謝謝 所以 本席在這邊要請各部會注意 以後請你們不要再發聲 內政部召集各單位嚴商基本法的 二十一二十二條的解釋這樣的問題了 剛剛院長講的非常的清楚 原民會就是來解釋原住民基本法的法令機關 原民會裡面有非常多的法令的專家 那麼我們不要再讓原民會穿小鞋了 所以請內政部長清楚知道好嗎 謝謝 高經委員應該有特別給您做一個說明 是 同樣的依照我們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明白的規定 有一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是屬於內政部的 是屬於相關部會的 這個也都是法律的規定 是我接下來就是要問院長您這件事情 好 您剛好聽到這個所謂的目的主管事業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個部分我有一個非常大的confuse 是什麼呢 在農委會裡面有一個農業發展條例 那麼這個土地是由農委會來管理 在國有財產局主管的國有財產法 國有土地是國有財產局 那麼原住民的土地 是不是應該由最高的主管機關 也就是原民會來審議來管理 應該是嗎 這個相關的法律 因為同位階 憲法是最高 相關的法律 同位階 有關的法律 對於各該法律的主管機關 會有法律的名文 那我們行政機關就是依法行政 所以現在要看哪一個事物 哪一個事項 所以這一些我們都不矛盾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要在 在我們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農委會裡面的 農業發展條例的土地 就是農委會來管理 他的目的主要是主管機關就是農委會 那麼國有財產局的 國有土地就是由國有財產局 這個所謂的國有財產法來管理 那為什麼原住民的土地 不是原民會來管理呢 而要由我們的內政部來管理呢 更何況院長我跟你報告 在內政部裡面 有幾個最懂原住民土地的人 這些人通通在原民會了 有包括林江義處長 包括現在去的楊副處長 當時都是在內政部裡面 非常優秀對於管理原住民土地 非常了解法律的 現在都已經在原民會了 所以我是不是請院長 能夠折成原民會 趕快來對於原住民的土地 來一定所謂的 原民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 原住民土地的法律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謝謝高經委員 因為一國不可能兩制嘛 農委會具有所謂的農業發展條例 國有財產區具有國有財產法 可是對於原住民的土地 我們卻沒有任何的土地的法律 在任何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然後原民會把他的力量拿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要原民會 我們就乾脆把原住民的事物 歸在內政部來管理 是不是很好呢 要不然的話 這樣子好像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這個高經委員其實不會這樣 因為您知道 我們法律的產生也是一步一步 那麼各政府各該機關的設立 也都有它法律規定的職責 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也都是依據各該法律 它的進到法律上規定的職責 那有關的相關的這些規定 都會有相關主管機關 那如果試設幾個誇部會等等 會密切協調配合 那麼有關各種意見 如果還有不同 上面還有個行政院 是這樣子一個運作方式 謝謝 國家這麼大 輸入這麼多 各該機關會這樣來做 謝謝院長 你這樣講我都理解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了 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 它就是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族的基本法已經出來了 那麼主管機關您剛剛也說 當然是原民會 所以呢 當然 對於原住民的土地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當然是原民會嘛 因為現在就是沒有這樣子 所謂原住民的土地的這個法律 所以我請院長折成原民會 然後來擬定原住民相關的土地的問題 我想這應該沒有錯嘛 是嗎 因為我剛剛還在強調喔 農委會裡面就有農業發展條例 然後呢 國有財產局就有國有財產法 為什麼原住民的土地 就沒有我們所謂的土地的法 而我們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不是原民會 這是我覺得非常奇怪的 難道國家碰到原住民的時候就有一國兩制的問題嗎 不是這樣 應該不是嘛 其實我們就憲法明白規定 不因性別 不因族群 不因宗教會有不同 那是不是原民會應該要制定這樣的法律 這個高經緯 請問一下 應該這樣講 應該吧 我現在要這樣講 給你做一個說明 是原住民 現在有一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然後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這 表示往這個方向再走 這都是這樣子 所以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定的非常清楚 原住民的主管事業機關就是原民會 那對於相關的法律當然是他們制定不是嗎 不是這樣 應該這樣子來說 比如說原住民的小孩子也要受教育 那有教育的基本法 那不能說 因為有原住民三個字 一切的 教育的 當兵的 納稅的 一切通通原住民族委員會 那請問一下院長 他一定做不來 他一定做不來 對不起 這不是做不來做得來的問題 這是整個制度面的問題 不是 為什麼在農委會裡面 就有農業發展條例 而農地就要讓那個 墓地主管事業機關就是農委會 那為什麼在國有財產局裡面 就有國有財產法 這樣的土地的界定 就是由我們的國有財產局來制定 國有財產法 為什麼在原住民的土地上面 我們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不是原民會 這是我非常疑惑的一件事情 您剛剛所講的我都認同 但是為什麼農委會裡面 就有農業發展條例 農委會是 農委會是 墓地主管事業機關 那為什麼原住民的土地 我們的土地就不是我們的原民會呢 不是這樣 而院長你剛剛卻講說 他們做不來 如果真的原民會都做不來的話 我們不要原民會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 不能因為原住民三個字 所有的事物都一個原住民會 所以我就說 我沒有這樣說 原住民的土地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該是他們 各該土地就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各該這個 所以為什麼國家有這麼多的單位 這麼多的機構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他們要負責他們了解的部分嘛 農委會負責農地的部分 國有財產局 負責國有財產的部分 原住民的土地 當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該是原民會嘛 所以他們要朝你所謂的土地法 是嗎 所以有相關的 土地發展條例等等 都應該是他們嘛 你也要讓內政部 有些要讓農委會 沒有啊 為什麼農委會 為什麼農地就不是我們的內政部來管理呢 你讓我好好說明一下 今天上面有十位是來自我們花蓮的族人 更有大概一百多位在二零二號的事喔 在那邊再看所有的轉播 您剛剛這樣子的回答 讓原住民非常的confused 我們剛剛就講說 所謂的法律 所謂從1895年開始 原住民法律 是這麼樣的不公不義的對待 難道到了所謂的民主制度的國家 二十一世紀的變臉 我們還是依然看到 原住民的狀況是如此 請我講一下 高級委員 妳應該可以體會到 我很懇切的在回答 我當然是 那同時我也是從很負責任 從學法律跟我從政這麼久 我在分析這個事情 對不起對不起院長 我在分析這個事情給妳聽 我是很誠意在解決的事情 我只想要 我跟委員講一句話了 對不起內政部長 對不起我沒有請你回答 給妳講一句話 農地仍然是我們內政部管 對不起這個時間是我的 我跟高級委員解釋 農地不是都農委會管 我想要清楚知道 原民會它是不是管理原住民土地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只要知道這個 你是不是要責成原民會 因為現在原住民沒有任何土地管理的一個規範 它只有一個行政命令 那是不是你要責成原民會 趕快來擬定管理原住民的發展什麼土地 Anyway 任何一個法律應該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民會來擬定對不對 但是有關的相關 譬如土地 譬如農地等等 你剛才講農地叫農委會管 也不是 農地也是內政部管 所以這個相關 我都同意 這也是立法院通過的法令 我都同意 院長你這樣的說法我都同意 但是我還是要講原住民的土地 的確我們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該是原民會 我們不要把它的權力拿掉 我們也不要把它專業拿掉 因為我還有很多的問題 想要再請教院長 那麼我們再來解決一些歷史的土地問題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了日據時代 殖民政權它以每人所生存的三公頃更地 劃定了二十四萬公頃的藩人所要地 後來政府接收以後改為原住民保留地 那麼現在原住民的人口有四十六萬人 那麼就算住在原鄉的也有將近二十九萬 那麼即使是以前的殖民時代啊 它是每一個人算三公頃 照理說現在有四十六萬人 我們應該也要有九十萬公頃才夠嘛 但是呢現在呢我們的原民會碰到了兩次真化邊以後呢 我們的土地還是二十六萬公頃 那麼生存的土地不夠 是現在原住民真的最大的問題 那麼今年呢行政院有核定了 就是補辦真化邊的保留地的計畫 那麼原民會呢他們經過詳細的會刊之後呢 他提出了總共大概約一萬公頃的真化邊保留地 但是呢其中有數百請公頃是屬於農委會的 所謂的這個保安林 那麼現在的我們的林務局呢它就拒絕要解編 那麼院長我們感到非常的奇怪 那麼原住民為了生存 希望林務局能夠來解編這個保安林 可是林務局拒絕了 但是呢有沒有例子 解編的例子 有我現在告訴你 有幾個喔 舉幾個例子好了 林務局南投林管處 他管轄的717273的保安林喔 他就即將要解編了 那麼呢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做湖山水庫 那麼還有第二個例子就是 在雪霸國家公園 他為了要建管理站和警察小隊的這個所謂的設施 他也可以解編保安林 那麼在雲林呢 他為了要做賣療作為醫療設施 他也可以解編保安林 那麼第四個例子是在台南 為了要做第四期的垃圾掩埋場 他也可以解編 看到這樣的例子 坦白講 院長我非常的心痛 原來我的族人 為了生存的問題 我們的林務局不願意解編 原來我的族人比垃圾還不如啊 院長您知道保安林 當時是怎麼設置的嗎 欸 謝謝 還是 對不起我還是在告訴你好了 保安林怎麼設置的喔 保安林呢根本沒有做過實際的檢測 而又是繼承了日據所謂的保安 國土保安的理由 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例子 他是可以解編的 可是為什麼碰到原住民生存的問題 林務局卻不可以解編這一萬公頃 這是我感到非常憤怒的 不是沒有例子 有例子 這就是一國兩制 更何況我要提醒林務局 你們的土地是當時26號 接收原住民土地的 憑什麼 憑什麼 所以我要在這邊請求院長 請你做一個公平的決策 原住民為了生存的問題 能不能解編 當然 我這邊也要求我們的主委 如果真的解編的話 我們的保留地也必須符合森林法的使用 院長 如果是這樣 您同意嗎 謝謝高經緯 我記得前天您在這個異常上 特別講到 基於國土保安 以及您也注意到 不能有爛肯爛挖種種的情形 我特別表示 很難得 看高經緯這樣的主張跟態度 非常有勇氣 而且非常正確 那麼你剛才也講到 相關的土地這個事情 因為這麼細的幕我不瞭解 不過 剛才有一個解編 或者是 那個叫什麼辦法 蒸化編 蒸化編的那個作業 原住民的保留地 蒸化編 也是尋那個原住民的保留地 蒸化編那個作業來進行 當然也不能委婉相關法律 你剛才說 森林法等等的這個規定 沒錯 我們只要求林務局依照這樣子的例子 對 然後解編這一萬公頃 對 讓他 然後解編的一萬公頃 剛剛我們的主委也答應 要符合森林法 是嗎 對 謝謝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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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院長 那麼我現在還要再跟院長 陳情一個事情 這一二十年來呢 我們在部落裡面 周邊種了一些水果果樹了 最近呢 突然接到法院的傳票 林務局提請返還林地的訴訟 院長不要忘記 我剛剛所謂的林地 是來自1895年 那個日本的殖民政權 用26號日令 搶奪原住民的土地 叫做官有林田 林野 那麼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例子 就是仁愛鄉的例行部落 那麼這例行部落呢 就光這個一個部落 就有108位在被集體移送 那麼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替這些 我們的族人陳情 用民事訴訟法第190條 雙方合議來提指訴訟 要不然的話 每一個部落 都會有非常多這樣的問題 我們認為林務局當然執法是要 可是原住民因為有歷史的背景 他需要用高度政治來解決 院長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這個有關法院西署的訴訟案件 當然我做行政的首長不宜說 加以評論 不過有關這些土地 如果有真化邊問題 能夠解決 那是一個根本解決的問題 如果有那個解決 對於這個所謂的訴訟就會有幫助 那所有相關法令還沒有通過之前 是不是先停止 那是一個質疑 感谢观看